比赛时间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0.30分球队信息 塞尔塔VS马德里竞技比赛类型 亚谈0.85受让半一球 1.05基本面 主队塞尔塔 塞尔塔属西班牙甲级联赛 中游实力是平的球队 其中 球队的主场不败能力强大 在新赛季里面 球队表现较为不错 首轮坐镇主场逼平实力 较其要差的西班牙人 略显有些遗憾 但其次轮克旅面对莱安特 球队便是收获了赛季首胜 球队在之前 有意在表现较差的情况之下 联赛初期状态还不错 算起来 上轮比赛可谓是球队九雷的一场赢盘 状态有所回暖 客队马德里竞技 马德里竞技属联赛强队之一 球队最大的特点 就是其强大的后防线能力 在新赛季里面 球队表现一般 首轮克旅 占平实力不足的巴伦西亚 四轮坐镇主场一球 小胜本赛季的升班马巴列卡诺 算上休赛期间 可见球队近期状态不是太好 赢盘能力低下 双方历史交锋方面 塞尔塔列势极为明显 盘口分析 根据爱博体育网数据分析可知 本场比赛 让球盘初开塞尔塔受让半球 下盘位居中低水位 后市升盘至半一 上盘位居高水 大小球方面 2.25起开 大球中高水位 柱后降至低水 可见机构后市对塞尔塔近期防守能力极为不看好 的确 球队近期失球数较多 而且对于马进这种高防守能力的球队 失球就等于输球 让球盘盘口方面 西队马进也是较为看好 主队近期状态不差 半球盘口 其主要还是看好历史交锋这一数据 但其后市盘口进一步加深 上盘高水也是可以集聚下盘资金 继而个人还是较为看好机构是好的马进迎球 亚盘推荐 马德里竞技负0.7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